Sing注册 恐兵 《佛介 disease 分界》 《佛介社》 为什么 佛要静止 它的限制 会引发 情义 跟这个 有关系 所以凡是自己对于五界十善 不能守得清楚地 佛学讲了 这个要最好回避 如果大乘佛法 到了你 能够在一切境界里 不起心不动念 什么都能吃 佛很讲理的 无非是保护我们 把五界十善做好 做圆满 这个就是容易引起性冲动 所以避免血淫 佛门的戒律 都是保护自己 身心心尽 也成不然 净土法门 愿力还是最重要 有没有例外 我觉得有 阿弥陀佛的愿力 什么样的众生都都 只要你不是心心犯 当下 故意 犯这些这些 阿弥陀佛的愿力 阿弥陀佛统统原谅你 只要你 心 愿 心 这三个条件去除 他就来了 真相信 不怀疑 愿意去 极乐世界好 很乐意去 不忧郁 第三个 这一句佛毫不简短 无量无边功德 要相信阿弥陀佛 要真正求神进度 佛的戒律 跟儒家的礼一样 儒要守礼 佛要持戒 持戒律是帮助 身心清净 往生的时候 没有障碍 不是犯了之后 就没救了 那佛的慈悲心在哪里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足诗大德 说得严重一点 是让你 警惕 不敢做 被吓到了 永逸在这里 像这些 日常生活当中 有人很喜欢吗 他不是解不掉的喜欢 喜欢 那这样的人 能不能往生 明知故犯了 他如果念佛 达到 没有咱念 他的功德 就能往生 不是在平时 年终的一念 最后一念 是阿弥陀佛 都能往生 那我们最后 一个念头 不是贪吃 是阿弥陀佛 那我们是往生 还是不往生 所以不能怀疑 怀疑就不能去了 那就上大当了 要读读经 要明白道理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佛菩萨也不例外 什么叫功夫 没有咱念 叫功夫 这句佛号 把所有咱念 都打掉 这就对了 你还执着这个 还执着那个 执着佛号 也错了 执着佛号 那么能到极乐 也不能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心里都 还有阿弥陀佛 最后的一念 是关用的 最后一念之前 都有问题 你还没去 所以 古神仙仙教导我们 修行修生 放下你的往念 放下分别支柱 放下往下 不起心 不懂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就对了 大修行人 菩萨 不弃心动念 你们问他什么 他就点头说 好 没有一样不好 样样的好 你要是执着 念阿弥陀佛要不好 念阿弥陀佛要不好 你只种个下 自信 清净心里头 他本来就是叫做阿弥陀佛 你一从阿弥陀佛 就再去建立一个阿弥陀佛 就多余 你心不清净 最重要是清净心 真诚心 这个重要 有这个才有把握 回归到原始 沉浸太重要了 记住一句话 大乘佛话教导我们 不住相 你住相就做了 念阿弥陀佛 不住阿弥陀佛的相 告别 你要是住相 住一个相 不能住很多相 阿弥陀佛相 都不一样 这要明理 你明白了 要不要共养相 都没关系 我们靖子 永恆都不 1951 好 永恆都不乐 顺利 祈私 愿意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